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台表示 未接种疫苗的人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因新冠病毒住院 因此他们建议每个人都接种疫苗 总理新闻办公室负责人宣布 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法国举办的峰会 将于下周一在布达佩斯举行 法国总统艾玛·纽埃尔马克龙 与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和总统阿德亚诺斯 进行双边会谈 随后在城堡花园大楼内 维谢格拉德各国政府首脑会面 法国总统将将加入 马蒂亚斯考文纽斯学院成立学习研究机构 该机构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宣布 目标是使考文纽斯学院成为中欧最重要的教育研究中心 他补充说 该研究所的专业机构 一方面由内部知识组成 另一方面由处理教育领域的外部专家组成 到1月底您可以重新申请无人机操控和无人机数据分析的高级培训 该培训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由创新部和赛切尼伊斯图安大学合作建立的数字开发中心的无人机实验室主办 在这里 学生不仅学习无人机的安全操作 还学习对无人机获取的数据进行评估和分析 匈牙利议会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斯拉赫塔玛格丽特被重新安葬 一个月前 她的遗体从美国带回了祖国 现在安葬在布达培斯里耶卡路的墓地 副总理强调 斯拉赫塔玛格丽特的匈牙利天主教妇女运动的发起者 该运动以她的名义对妇女尊重的承认和保护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